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敢 好 2018年7月有人说我没有去找资料 我大概在我印象中我就记得是七八月 有独有说是2018年7月 应该就是对了 独有敢这样子说应该就是正确的 所以我没有说错 七八月 所以大概2023年7月 国会就必须解散 就像新加坡 新加坡是明年的2021年 大概四月就到期 所以现在对他们而言 距离上一届大选大概是六个月的时间 所以李显龙现在解散国会 就是把主动权抓在自己手上 不要等到最后一天才解散 等到最后一天才解散 主动权就不在自己手上 因为是实现已经到了 你不得不解散 所以主动权就不在自己手上 在自己抓着主动权的时候才来解散 才是聪明的时刻 所以就看回我刚才说的 现在你要 我们就当大选是必不可免的 虽然我们有分析 大选其实可以避免的因素有很多 即便我们退一步 当做大选是必不可免的 必不可免的大选 你要现在大选比较好 现在是让慕尤丁来仓促应对比较好 还是让他充足准备之后来决定几时大选 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所以那些夹头议员 夹头支持者 受到慕尤丁的心理战术影响 竟然说我们现在不应该大选 我们放眼三年后的大选 让慕尤丁来决定几时大选 这是愚蠢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所以我特别拿出来纠正 特别拿出来讲解 好 第一个讲题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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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到这里 那儿